大家好,又是我世榮,來到這個篩選萬能俠環節 和大家坐在這個朋友號一起帶大家看看有什麼熱門可以篩選 一些偏熱的賽馬,有時我覺得他很難贏 不是說他不會二三名,或者不會近,當然我會看錯 但也盡量提供給大家,講一個原因給大家聽 希望大家偷珠Win,或者二重彩,甚至一些Marble的時候,都要小心一點 事不宜遲到我講之前,希望未訂閱這個頻道的朋友 按右手邊,朋友號,四星龍珠按下去 訂閱我這個世榮香港人賽馬頻道 立即帶大家看看今次我篩選哪份馬 篩選就是這匹高尖軟軸軸,也是莫萊拉的座旗 上次講了一匹橡核給大家看,結果那隻馬也沒有批 高尖軟軸軸這隻,今次我都覺得他有機會有位置 開始熟悉這隻馬,不過馬仔細小粒都要休息一整個月才搏 如果不然就有點危險 上次你說他三疊,只是走三疊 但你想想,他輸給輕滑,贏威廠,是很弱的賽職 今次好像加強配搭用的莫萊拉 而你看看莫萊拉的賽職,亦都是好的 跟苗麗德合作,統計資料那裡幾乎都沒有掉過前四 但是我認為這隻馬本身是難贏的 在四班,他或者夠用的 但是三班的對手,有隔來尾,威力飛池,龍翼線那些,不是那麼容易對付 所以這場我覺得做配腳可以,我也打算不要 看看再晚一點會不會加上天外天,存財那些 或者福多寶下去 希望大家在頭柱上,尤其是這些過了3T長次的 以為似義實爛的長次,應該這樣說 都不是容易的,大家都要記住 好了,今次節目時間又差不多了 那麼晚一點,在這個五點鐘還有一條博士 稍後還有很多精彩節目 今晚有隔夜非熱錢財經,全日最受歡迎這個 另外,明天有我做Live 跟大家用堅仔的大手聲碟 希望幫到大家頭主 那麼晚一點,我們再跟大家見面 多謝收看,拜拜